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太极拳文化的传承 投注了几乎工作之外的全部经历 他注重太极拳文化的传承 潜心专严 用心领悟 另讽名家 使自己的太极拳理论与记忆在不断的升华 工作之余 他曾先后应邀在邦步地区 博山湖门 齐园司礼等地授权 多次举办太极拳培训班 学员预迁 他曾多次在安徽省 邦步及太极拳发源地温贤参加比赛 摘取冠军桂冠 他用太极拳的哲学理念融入生活 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 从而使自己的许多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国家培育出了太极皇后范雪平和刘汉 李大新 李亚 张亮亮等一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1998年被安徽省体育局评为安徽省业余训练先进个人 2010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体育学校优秀教师 和泉农桩是当地有名的 以田园风光为特色的四星级旅游休闲景点 他印交担任这里太极拳基地的总教练后 不负重挂 在员工和游客中进行太极拳博导 让太极拳文化为农桩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陈清芬老师28年前跟陈友钦大使系练太极拳 我是两年前跟陈老师学太极拳的 在部部太极拳系练者中间 大家对陈老师有以下的这些看法 第一个认为陈清芬老师传授的陈友钦老师讲的这套太极拳 这个圈好 第二个陈清芬老师在传授太极拳的时候 这个补为名补为利 不是把名利放在第一位 而是把川普太极拳文化作为第一 他这个不吃幸福 在部部把太极拳的文化 这一块好的东西 美好的传统给他减持下来了 第二个陈清芬老师没有大使的家族 平易近人 在传授太极拳的时候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耐心 第三 这个清芬老师在教权的时候 他不仅认真地把陈老师28年前脚的圈传承下来 他还不断地在学习 一个是经常地向陈友钦师傅请教 有时候就到广东 到河南去找陈老师 把太极拳认真地聊天 搞得谨意求谨 我们感觉到陈清芬老师 为发扬太极拳文化 传播太极拳 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是得意爽心的一个好老师 好教练 也是一个太极拳文化的一个好的传播者 教权欲人 雅化人生 文化传承 得意双心 是陈清芬传授太极拳的原则 他责任而教 教而夺人 对每一个学权者 是以传统文化的熏陶 使大家在学权中 陶决自己的请操 优化自己的人生 他兵器漏洗 将跟自己学权多年的学生 介绍给自己的师父 与他们建立师兄弟之间的 友谊关系 更赢得了自己弟子的尊重 和弦山庄这个太极拳系列基地 培养的对象 主要是我们伯母地区的广大市民 也包括各个企业的领导和职工 我们准备 以后和弦基地要做大做强 让更多的人来洗脸太极拳 让更多的人在洗脸太极拳当中健康起来 我们采用的主要形式是义务教学 义务推广太极拳 希望喜欢太极拳的朋友 来我们和弦基地学习 他现在还担任 更不是太极拳协会会长 更不是陈九勤太极拳俱乐部主任 更不天行建武馆顾问 更不是和弦农庄太极拳基地宗教练 太极拳成了他人生的重要组成 当前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 受到了世界人民的青睐 党和国家重视传统文化与传承的决策 给太极拳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机遇在快节奏生活下 补偿浮躁与压力 忙碌与劳累之苦的亚健康祖带来了福音 陈清风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今后我们伯母是全有群全有俱乐部 将把太极拳的普及和推广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面去 将采用多种的形式 把城市太极拳推广到机关 企业和农村 用推广促进提高 以提高带动推广 争取把城市太极拳 在布姆市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远在陈清风的带动下 汉集拳成为蹦步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